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在昨天是今年第五次爬上6000点大关 收盘上涨了0.2%,收在6013点 但是中国股市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昨天上海方面是下跌了1.25% 收在3280点 深圳方面则下跌1.25% 0.9% 也在11143点 欧洲股市则普遍有所上涨 涨幅在0.5% 而美洲股市和纳斯同时出现了三连涨 但是道琼斯和标普出现了三连涨 但是代表科技指数的纳斯达克呢 昨天则有0.2%的下跌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目前继续在下跌 而且呢已经掉到了1241 也是今年7月27日以来的最低价 石油价格昨天也是同时回调了1.5% 抽盘大约是在57块 一保鲜左右 那么现在的美元指数 在昨天晚上呢再次走强 现在呢是创出了11月中依赖的新高 在今天我们的热门话题中 小伙众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现在关于澳元2018年 我们知道澳元呢在过去的 是在下跌 而且目前 一类是觉得2018年的澳元是会继续下跌 而另一类是觉得它很少 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是以汇丰银行 他们觉得呢 明年中国对于资源的 我们想把资源 加上 明年加三次 因此 很有可能 美元和澳元的差距 将会进一步拉大 而且同时是 因此澳元的利率 而新派的观点则认为 澳元最终是在明年左右会反弹 是以澳洲本地的一些四大银行为主要机构 他们的观点呢 是澳洲在明年年底将会开始加息 那么只要在明年年中 澳洲央行释放出将会加息的这个口风 即便当时是没有动手 但是澳元也会 也就是说 从明年六月份左右开始 澳元就不会再和美元 有更多的下跌 澳洲人呢 在这两个月之内的 我比较支持 那么说白了 不论是哪一边 收场也好 归根结 这其实都是在猜 那么既然大家都是在猜 就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在我看来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炫耀的 那么既然是猜 那我自己也来猜一猜 我的判断是 澳元明年上半年可能会有 一条 可能会跌破零点七 但是并不会出现 跌破零点七 这样的 那么到了六七月份以后 随着澳洲经济的回升 澳洲一样 可能会释放出 它要提高加息 赛率这样的口风 随着这种口风的增加 或者说随着这个几率的增加 澳元那个时候 就会开始提早上升 真正到了加息之前 那个时候对美元 其实也已经 对比上半年 会回升不少 我的观点是 按随着目前 大宗商品的逐步回暖 澳洲经济也是 从低谷开始回升 澳元的价值 终将会坚持 那么作为一块 股市场最慢的一个 加息口也是最慢的一个 但最后 会由宽松的政策 逐步开始收紧 那随着它的货币政策 开始收紧 其货币的本身价值 也会随之而提高 那么再来看一下 这个说到了 澳洲股市 自然也会说到呢 目前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几年 或者说过去两三年 澳洲的矿产业 一直以来被打压的 非常严重 那么是以 毕和毕托和利托为代表 包括了澳洲200指数 目前就是西方 主要国家中 表现最差的 它到现在为止 依然没有2007年 金融危机时的高点 光只是这个6000点 就来来回回回回 已经反复了五次 那么我个人认为 在明年澳洲200能够上涨 并且有10%到15的余地 这样的判断的基础呢 是来自于我觉得呢 包括像 毕和毕托 像利托这样的矿业 股市场里面 能够 在矿业的辅助 股市场也会降应而升 虽然我们知道 在现在的这个 金融市场里面 可能像人工智能 像这个VR虚拟技术 像网络 互联网新贵等等 这些行业比较火热 但始终 越火热的行业 它的风险越高 由于其股票 适应率已经很高 因此一旦达不到 投资者预期 那么它的下跌 也会非常之快 所以作为一个 稳健保守型的 投资者来说 咱们既然已经做了 股指外汇黄金石油 那么在股票上 就应该选择 相对于稳定 而保守的产品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那么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知道 是澳元10年的走势 澳元今年涨超过了 这个周线级别图 但是现在又不下来 但是如果我们从2015年 年底部画一根斜线 倒是打在这个点上 只要这个价格 大约就是零点 西五左右的价格 被打破 我相信澳元最终 就会缓慢回旋 那么这张图呢 这是澳洲20000的图 我们刚才也说到 2007年这种高点 大约是在6000点 而现在呢 过去了10年 暂时在6000点左右 那么这个价格 一旦能够突破 可能需要更多次 但是只要能突破 未来有大约 1000点左右的余地 这个呢可以供我们去参考 这也是我看好 澳洲200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今天晚上呢 大家知道是澳洲时间 晚上的8点30分 英国会发布 他们的实行数据 12点钟 美国会发布核心通胀 但是在明天早上 澳洲时间6点 中国时间凌晨3点钟 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从目前来看 有很大的几率 美元将会加息 所以从20点开始 美元和其他货币的走势 将会有剧烈波动 大家务必小心 大家收看今天GoMarkets 美日财经点证 我们明天再见